你好 欢迎收看4月14号的观点下新闻 我是玉威 民政局推出电子复文系统 未来丧礼通知家属 可以用社群软体或者是电子邮件 审时又环保 登入手机行事例 请有信息不再怕遗漏 此外还领先全国推出绿色殡葬套组 未来往生者采用绿色流程办理身后事 21道流程将全数免费 新北市主张现代绿色殡葬概念 希望以庄严隆重的方式推行环保障 除了陆续研发电子晚联 联合电剂 电子复文以及线上追思 结合现代人使用手机通讯软体习惯 让大家更方便 新北市有推出我们绿色环保障法的 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机制 那意思就是说新的王者 他在过世两周内 可以搭配我们的联合电剂 那相关的兵链的费用可以减免 那这样的部分也是 我们提供给民众另外一个选择 另外新北市还领先全国推出 免费绿色殡葬套组 提供21项免费殡葬服务 从大体接运 冷藏 洗身 着装 化妆 大练 灵车 拜饭兼使用 礼堂使用 遗体火化 棺木 骨灰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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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制以及辞职相片服务 身后室办理统统免费 提供民众现代新选择 先人往生了之后 从他开始入练可能冰城 到后面的一个告别室的一个举办 到火化到我们入练 这样的一个所有的程序 都是可以减免的 因为我们要推广 我们要打破大日小日的 这样的一个迷思 其实就是说 希望在先人往生了之后 我们可以尽快 把他的后事尽快的处理完 然后让大家后人 就是现在的家属 可以赶快回复到 原来的一个生活 此外民政局也陆续扩增 树葬植存 联合电剂 联合海葬服务 目前有金山环保生命园区植存 新店40份公墓树花葬 三只樱花生命园区植存 以及联合海葬 每年高达千人 直逼土葬的人数 近年近几倍数成长 显见民众对环保葬礼的 接受度已经逐年提升 这本书长报道